改善空氣品質 不只要管制工廠等固定污染源 汽機車 柴油車等移動污染源的防治 也不能偏廢 除了嚴管臺中火力電廠 臺中市環保局預告 將會把臺中港化設為空氣品質維護區 大型柴油車如果沒有經過排煙檢驗 合格 禁止進入 預估會影響到四千多輛老舊的柴油車 一提及臺中市 深受PM2.5污染所苦 矛頭總指向臺中火力電廠 不過臺中市的空污有三成 來自車輛等移動污染源 為進一步管控大型柴油車污染 環保局預告 要將臺中港化設為空品維護區 進入的柴油車必須在前一年內 經排煙檢驗合格 意味著大型柴油車必須年年通過定檢 目前法規並無強制大型柴油車必須向汽機車年年定檢 不受檢就處罰 導致車主較不重視保養 排污量更大 環保局此舉將引導車主更重視車輛 符合排放標準 受影響約四千輛老舊柴油車 公告虛經環保署核定 這個大方向來講我們是支持 對於相關的這個所謂的利害關係人 或者是被限制的對象 等等要去做好相關的預告溝通的這個程序 一二期柴油車PM2.5排放的強度 大約是三期以上的四倍 為了管制 環保署曾提出要加嚴排放標準 卻導致老車車主大反彈 政策最後失敗喊停 而後調整為七大方案 連車主保養車輛都補助 環保署指出 前兩年太舊換車的數量 都超過目標六千輛 幾年下來已花了七十八億元補助 預期可讓一半的一到三期老舊柴油車退場 至於另一半 若能符合排放標準 則可持續上路 記者 莊志成台北報導